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這個新節目 我們就和科學新知的Grossover的節目 我們終於和陳博一起看到一個名字 我們就叫做《軍公開密》 這個節目名當然也有些意思 我們給陳博講一下那個《軍公開密》 我們那個講法背後有什麼意義? 陳博跟我們講 首先要多謝有網友去獻祭 其實我們一直在連續兩、三集節目裡面 呼籲過之後都收到很多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想大家都明白這個心情 如果看到有一個名字眼前一亮 大家都覺得行的就覺得好了 成功了 最後為什麼我們選擇 譬如《軍公開密》這個名字呢? 首先大家聯想到《天公開密》 《天公開密》你就看回中國歷史上 都一個屬於記錄科技的一個很重要的著作 就是在中國文化裡面 裡面你看回這本書 我不知道大家呢? Larry 你有沒有看過這本書?《天公開密》? 聽就聽過 看就沒看過 是的 裡面的本書基本上要記錄當時的小手作 都不一定是小手作 總之是那些技術東西 譬如一些牽涉到民生所有層面的技術 它都記錄了下來 最初它就多說一些那些技術是和農業生產有關的 因為民以食為天 最重要的就是和農業生產 怎樣去研磨一些東西 怎樣整個水車 將那些水力變成糧食生產的能力 最後就是連那些珠寶玉石怎樣刁削 它都有說的 但是最有趣的是中間甚至說到怎樣開採自然資源 以及怎樣去弄武器 其實是有說的 所以《天公開密》這本書裡面 也有一部份真的說到一些軍事層面的東西 當然了 如果我們不是說所有的工藝 特別是說軍工的話呢 我就覺得把這個軍事加上天公開密 變成軍工開密都是一個好的名字 當然我們也很感謝那位網友去獻計這一個 我和Larry都覺得 真是都很適合我們的節目 企圖去想用一些科學或者科技的角度 去探討一些軍事的技術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 不如就用軍工開密這個字吧 好嗎? 是的 這個字 我覺得第一 我們就附庸峰雅了 少許 第二個就覺得它很適合的 就是天公開密 你想考奪天公 世事萬物 我們就覺得 陳博士跟我們講很多科學物理的東西 我們又講一些軍工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軍工開密都能夠適合我們的節目的 所以都希望大家喜歡啦 所以我們來到這個軍工開密 就是這個節目 我們繼續跟大家講很多不同的軍事 一些的武器 一些的科技 上面一些的原理 和大家為什麼會見得到那個發展是這樣呢 是吧? 就是那個技術上怎麼做呢? 就是我們和陳博士一起去和大家去否析的 就是要否析的一支比較新的飛彈 它接下來的設計 其實我個人覺得是有點逆潮流 但是和陳博士一起討論 又覺得都有它的發展的必要 主要今天講的飛彈就叫做SIAW 叫做Stand-in Attacking Weapons 它叫做防區內的一個攻擊性的武器 其實防區內的攻擊性武器很簡單 就是總之在對方那個防空武器 那個防衛的範圍裡面 去發動攻勢的一支飛彈 那我們就叫做防區內的一個攻擊性武器 所以今天會講的 就是這個武器 它本身的設計 它本身的特點是什麼 還有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計 還有那個潮流上 我們會和陳博士一起去談的 這裡我想有些東西我們要先戴著頭盔 就是我們以往講了很多的節目主題 都是一些似乎是很有科學既定答案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你說這種叫SIAW 這件事 我覺得對我們是挑戰來的 因為很多東西就是它沒有什麼參數的 我們就嘗試盡量猜猜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逼近到它們最後公開出來的答案 其實真的很多參數都看不到 甚至乎它那個設計理念是什麼呢? 就是連這一年的圖 其實那張圖都是大家猜猜的 因為還沒有出來的 這些都是那些廠商 它們現在初步做的設計 例如今次那個計劃其實是有三間廠商在第一階段去做的 包括一個大家很熟悉的 Locky Martin 一個叫Norvall Groupman 這個都熟悉的 因為這間廠就是做B2那架隱形轟炸機的那間廠 也之前去鬥F22那時候另外一間廠叫YF23那間廠 很漂亮的一部機 但是落損 大家都覺得很可惜 那也是那間廠 雖然Norvall Groupman 大家都很熟悉的 都很大軍工 當然另一間可能大家少聽一點的叫 L3 Harris 這間廠 它是一間小公司 但是一個我覺得 就是我們幾個主持都覺得 它好像是未來的Locky Martin那種發展的方向 都值得大家去留意這間公司 都挺有趣的發展 三間公司最後篩選證就是這間Norvall Groupman 設計了那支飛彈 設計是脫穎而出 進來了 那支飛彈本身 它這次的要求是什麼呢 就是它要求是要快的 就是它三倍音速的速度去飛行 然後去做攻擊等等 就有些隱形的設計 這個就重要了 陳博士 你平時看那些武器 就是你看那些飛彈 它通常是掛在外面的 這支很棒的 這支是掛在F-35 它裡面的那個彈倉裡面的 這裡我都要講清楚了 我們一直講飛彈 我們就會想到會不會是一個既定的發射台 流動的發射 抬到發射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了 你那些攻擊的轟炸機 你一定會有自己攜帶飛彈這樣 而且它這次講這個SIAW這一種這樣的飛彈 其實就是專門為了給這個F-35這種戰機去配備的一種飛彈 它要求的就是 好像Larry你這樣講的 不想掛在外面 就要藏在肚皮裡面 為什麼呢? 不想犧牲速度 不想犧牲F-35的隱形能力 所以就是盡量一些東西可以藏起來就藏起來 好像很簡單 為了一種新型的戰機 量新訂做一種新式的武器 但是我想我們再談下去就可以慢慢探討 其實它當然有一個更加深層次的目的 不過講起這一支飛彈 就是挪威一個廠商很出名的 叫Kornspot 我們經常講它有一隻飛彈 大家也會熟悉的 就叫NSM飛彈 NSM飛彈 其實我們節目講了很多次的了 這支飛彈 專門用來取代魚叉 這支飛彈 魚叉 大家知道它面世了實在太久了 所以這支飛彈 第一 它又不是隱形 第二 那支飛彈的速度非常之慢 還有最重要 其實真的已經是過時 包括它裡面的電子科技的東西 你upgrade的空間你不大 而軍工最重要的就是賺錢 你看到iPhone出得這麼頻密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了 所以真的搞不定了 要出一支新的東西 所以Kornspot這間公司 它比較出名的 出了一支叫Nafel Strike Missile NSM飛彈 不過這支飛彈它本身就擺在船裡面 主要都是放在船裡面 即是在船上射的 如果它要做空射型 即這支Kornspot 如差都是的 它可以空射型 陸基型 它可以在船上和潛射都可以 所以我相信這間廠 它都會跟這些方向做的了 接下來它都會將這支飛彈在不同的載台出現 其中一個就是F-35的彈倉 其實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大家知道F-35的彈倉很小 所以它能夠裝載到的東西不多 例如我們說 如果觀察F-35的彈倉 擺得到的武器 你其實現在看到主要都是炸彈型的東西 例如J-DAM 這些聯合導引的炸彈 很小的 包括我們說它射一些精準的炸彈 例如雷射導引那些 很準 可以打人家正在動的東西 用雷射導引著來射它 連那些 陳博士 是擠到內倉的 那些都要掛著出來射 所以某程度上F-35 它的攻擊性能其實是比F-16 F-15 其實那個範圍收窄很多 它不能打一些 動得很厲害 很多那些目標很遠 它現在經常打那些很近 不動那些 所以其實戰術上的要求 其實我覺得它使用F-35 就除了引營之外 它炸的東西就比較單調 所以它現在多了這支彈 事實上比它的彈性會大很多的 那這樣呢 有這麼說 刻意地去搞一個F-35 然後給了這麼多限制 那是不是好像很愚蠢呢 然後最後還要企圖 弄一支新的飛彈 能夠將就到這個這麼多限制的性能 那當然不是啦 我們現在是可以知道的就是 它應該是想盡量利用到F-35的性能 令它配備一個最適合的武器 來執行到一些其它戰機 不是那麼容易執行到的任務 那現在說回這種叫SIAW 其實它那個主要轟炸的敵人的目標 是一些什麼目標 如果我們照看它 因為是屬於防區內 防區內其實它很明顯會面對著 對方的防系統 那其實大家可以計算 全世界呢 如果不是美國做Friend的了 就是美國的敵人呢 大部分都是俄羅斯 或者俄羅斯體系的那些朋友 那它們用的那些飛彈呢 你一是就是中國的那些紅旗狗 那要不就是那些S-400、S-300那些什麼防系統呢 其實它們那個射程呢 通常都大概是300、400公里那個覆蓋 那當然你說它本身 就是那個射高呢 就可以射到很高的 那所以呢 都不用理的了 就是高度呢 你放一架U-2 Dragon Lady 那麼高呢 它都一樣打中你的 那你就趨它不上的了 那所以就都不需要擔心這些問題 不過你大概來說射300公里 啊 400公里啊 那些位置 那如果它要穿進去打 那我們就想就是一個 就是陳博士我們都要講一下 就是其實很反潮流的 就是你現在潮流的飛彈呢 第一就設計到很隱形 隱形呢 就基本上就是打的時候 我支飛彈的Storm Shadow 我們說暴風影打烏克蘭那支 其實基本上你看不到它的 就是俄羅斯那些防衛圖夠厲害 我看不到你嘛 那就照樣打爆它 那當然它都飛500公里的 那支飛彈就 剛剛就是屬於我們叫防區外了 就是500公里剛剛多你一點的 就夠了 那就在你外面發射等你吹我不像 那時候都用防區外了 為什麼現在反過來還要防區內呢 就是那個發展 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去做呢 就是你說是不是不行呢 就是我們說 就是我說一些point 就是不好就是 你那個飛機雖然是隱形 是不是 就是那個設計很好 那對方要抓到你都不是容易 但是呢 你那個飛行員呢 就要寫一個很好的計劃 就是例如說 怎樣避開對方的雷達 是吧 然後避開對方的雷達 然後最後就是一個空隙的點 飛進去 一飛進去之後 射完之飛彈 還要確保自己是安全 可以拿著這麼貴 一億的飛機 安然離開 還要不只有一架 可能是有三架 五架 十架這樣走 就是 我就覺得整件事 是不是在玩這機師呢 是啊 就是 我都會同意的就是 你如果能夠把安全 在最安全的情況之下 做一個最穩妥的攻擊 那整件事是最完美的 是不是 但是呢 我這件事 我想的時候呢 我會參考另外一件事 就是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美國去最近 就算五角大樓 戒不中 都有一些文章討論 他們就會說 喂 為什麼 美國現在的攻擊系統 什麼都要依賴了GPS的呢 好像沒有了GPS 就不會打仗了 那樣的 好了 你說你有Storm Shadow OK 但是譬如一旦 你如果沒有Storm Shadow 的時候 是不是你不會攻擊呢 那我想呢 在設計這個戰略的時候 很多時候 他們是等於你練一身的肌肉 我就算拳頭練得很厲害 很厲害也好 你都要想的 如果我這個拳頭受了傷 不可以用的時候 我還可以身體其他部分 法力 依然可以有一定的攻擊能力呢 那我想他們就將自己 整個這個國防的攻守系統 當自己全身的 所有一塊大大小小的肌肉 都全部去練的 就是有一種這樣的想法的 那所以呢 你如果問我呢 是不是代表著 當我們有能力去做到 好像Storm Shadow 這種隱形低空飛行的導彈 將它可以的射程 整得越來越遠 是不是就叫做一個萬寧丹 去解決所有問題呢 我想在想國防問題的時候呢 其實這種這樣的想法 是需要避忌的 因為 就是不要說貴不貴 而是我們很怕呢 將所有的信心 都放在一件事身上 所以現在我看到就是說 它要保留到 再有人去駕駛 它在一個超市去做轟炸的能力 那這件事我們可不可以推到最盡呢 我們就說 人家那些S300 S400 就是有效防禦範圍 300公里也好 400公里也好 我們有沒有真的需要去 這麼老老實實去承認 人家這個300或者400公里的防區呢 那這件事是很視乎 人家敵人那套系統 本身那個實際 執行得挺有效的 它說到是300、400公里 但是它會不會其實是 真的你可以碰到200公里也沒有問題 在200公里以外 你也有辦法去執行到 去安全地逃走呢 那其實這裏就是 需要有一個不停地去推極限的 一個這樣的戰略思想在背後的 所以你說如果 我們這個F35 它是這麼有這個引伸能力 然後 它有人去執行一個任務去做轟炸 而且可以將它無視 就是不要說無視 真的走到人家那個有效防禦範圍以內 都能夠安全逃出 那你就會想 如果我能夠有這麼入走到這麼入 反正都能夠安全走的話 我有這麼入走到這麼入 然後才放這個飛彈去炸 我走得越入 其實我的把握越大 問題就是你夠膽 就是你有多有能力 去走到進去的有效防禦範圍 有多少來執行這個任務 我覺得它似乎在這裏 它不是真的傻到 去走回頭路的 去反什麼潮流的 而是我覺得它在這個 去嘗試去在別人的防禦系統 施加壓力那裏 去繼續推進一個極限 就是看電影都有看 你看到Tom Cruise去握那些 不是什麼這麼厲害的戰機 你去可能就是說 握一架F16 甚至握一架Tom Cat 然後去執行任務 就是你看到它們那種 怎樣可以利用到人駕駛的靈活度 和那個機器那種本身的速度 和精準打擊能力 是將它推到最大化呢 我覺得在這裏 它們有它們的一盤 一個整體的最佳化的運算在背後 所以我也不會覺得它們真的在那裏 去逆什麼的潮流 所以陳博士你講起 我覺得它有點像美國打越戰的時候 就是它們發明一個新的戰術 全世界的空軍都沒有想過 就是一種自殺任務 我們叫做防空壓制 就是叫SCAD 或者可能大家再講一個字 更加熟悉叫野遊任務 就是說 將你自己本身放在別人的導彈攻擊範圍裡面 接著別人去抓你 拿雷達來鎖定你 鎖定你那時候 你就會收到對方那個雷達 那個釋放出來的那個電波的參數 知道別人的雷達在哪裡的時候 然後你就放一支飛彈去炸那個雷達 但是其實你要我們叫以身為苦 你真的要拿自己做鎖 放下去給別人來抓你 然後你就抓回別人的雷達 就鬥快了 你那個雷達打中別人 不是 你先飛彈打爆別人的雷達 還是人家先飛彈打爆你的飛機 所以這個是拿你命三千的一個攻擊行為 一個很瘋狂的行為 當然那個年代 所以為什麼那支飛彈要高速 就是因為我不夠高速 先打爆你的雷達 就是我讓你先打爆 那時候那支導彈就要設計 就是起碼要有兩倍陰軸 其實就那個年代來說 都算快的 現在當然飛彈就可以做到很快 就是有些可能三四倍都做到了 但是那個年代算很厲害 所以現在這支飛彈 其實它因為又是Nova Groupman這家公司 它本身也是設計這支高速反輻射的飛彈 所以這次的彈體設計 參考本身其實就會大量去考慮這一支 接下來那個高速反輻射飛彈的先進版 可能那個彈體上大家都相似的 所以大家接下來去考慮那個設計 可能會相似 當然就第一成本便宜一些 share設計 它出來的工藝和時間會是小一些 快一些會見到貨 還有最重要它現在數碼設計的東西很棒 所以陳博士 現在數碼的設計是不是真的很幫到手 就是整件事縮短了那些工期等等 還有你們做很多科學實驗 是不是有很多這些數碼 或者模擬的東西去幫到手 其實沒有的 現在根本整個設計過程已經是一個 整個工程學裡面的一部分 甚至乎它已經很早已經幫你評估了 最後能夠達到幾理想的結果 那你可以想一下做一個比較 如果第一個scenario就是 就是我在500公里之外去射stormshadow 還有另外一個scenario就是 我都要用這個F-35戰機去輔助 去收藏一支 都是飛得很快的飛彈 那你就知道了 stormshadow它不是靠快的 它是靠忍生和靈活 是不是 但是另一方面 如果你真的想快 快到人家是反應不切 就是你最好自己利用自己F-35的引伸能力 然後在一個你想不到這麼近的 想不到的地方 發射一支 也都是快到你擋不切的飛彈 就是它說 它要掛載的 被F-35掛載的這件事 它那件事是說飛三倍音速的東西 就是每秒一公里的東西 你要想一下 如果我是承認了對方這個防空系統的有效射程範圍 我在500公里以外 去射一支三倍音速的東西 首先第一 三倍音速的東西很吵的 很容易被量到現身的 第二就是 你從500公里以外射一件事 那件事是每秒一公里的話 就是要飛500秒才去到 那其實就不著數的 其實就是這樣計算一條數 但是如果大家都想到的 就算步兵打仗 你能夠躲起來潛進去 人家最近的地方 突然之間扔個手榴彈攻擊 那其實就是 也是一種攻擊方案來的 所以就是你能不能夠去潛進到 人家一個 明明已經走進了人家的防空有效範圍 才突然之間放一個飛得非常快的東西呢 往往就達到另外一種的突擊效果 以及也都對於人家整個防空系統 可以施加更加大的壓力 那所以也都覺得就是 這種攻擊戰術呢 是沒有必要故意投注在某一樣的武器那裡 就是我想就是 練各種的肌肉 去對於人家的防空系統施壓呢 這個才是能夠致勝的 達到勝利機率最大化的一個思路 嗯 不過陳博士呢 我都講一個觀點 我覺得呢 其實可能跟那個budget有關係的 就是這樣 經常是 那個成本的效益呢 就是凡是那些防區外的飛彈 當然很多好東西啦 射得夠遠的 有隱形的 但是說真的 那些飛彈呢 那些飛彈呢 就是貴了 就是你想想 那些飛彈也很貴的 其實是吧 你又要設計到遠 又要射得厲害 那你那個固體燃料又要漂亮啦 又要多啦 那支彈體又夠大啦 那些火藥又要厲害啦 那但是如果我們呢 那麼多支這些飛彈 我就不夠錢做 就是永遠都是的 就是你有時候低成本的東西 就可以做得多 高成本就做得少 那麼問題就是 這種的精確的彈藥呢 又寫得遠呢 就做得不多 那麼這個呢 就一直都是困擾著美軍 那麼很多呢 將軍就說 其實為什麼不做一些便宜一些的飛彈呢 接著大家就 將我剛才說的東西說一次 那怎麼便宜呢 接著有些將軍就說 哇 你有隱形戰機的嘛 你現在是滲透型空軍來的嘛 你可以滲透進去的嘛 那你用盡機身那個的質素 去設計一些便宜的飛彈 那麼那些便宜的飛彈呢 那些便宜的飛彈呢 是啊 它滑牆而已 它不遠的 它只有那幾十公里而已 不過 喂 那你也不是不見得人的嘛 那這架飛機 那你就大概飛到去七八十公里 剛剛好 就 就是都 人家沒那麼快 detect 到你這個隱形戰機的時候 你還沒放那支飛彈 那只要夠做 是保持到一個 合理的安全距離 就是對方雷達 抓不到你這部飛機就可以了 那麽近放過飛彈呢 其實對方呢 那個回應的速度呢 以分鐘計 甚至乎是以秒數計 那對方呢 要難了呢 再加上你呢 是用海量的攻擊 我們俗稱風群的攻擊 其實就飽和式攻擊 是更加難防 那如果你不小心 第二呢 我們說呢 喂 那支是核彈 好嗎 就是B-61這些這樣的 就是我們說的戰術核彈呢 如果放下去呢 哇 那時候那個考驗就更加誇張了 但是也不要說核彈那麼厲害了 但是正正就是 因為這種3-4的炸彈呢 其實只需要用我們經常說呢 就是用那些冷戰的那些 什麼Mark-82啊那些呢 加個GPS尾翼而已嘛 可以的了 可以的了 那其實很便宜的 改裝 你要的GPS尾翼而已嘛 那你就可以大量做 用那些舊炸彈 大量加一些翼下去就做 其實呢 美軍就大把 那真是不怕你不夠用 那打仗的時候又怕 烏克蘭講給大家聽 打仗的時候你才放小 那些武器跟讀書一樣 那麼 那無時就不會怕小的 因為大把 這些炸彈 那天天天都可以疲出來的 但是你剛才說的那些呢 防區外的那些呢 有一段時間都會疲不到一件出來的嘛 那所以我猜 其實某程度上都是 那些獨縮的問題 是的 而這些因素 我往往就在整個那個 戰爭模擬器 他們那套沙盤推演裡面 是要計算這些數的了 其實都是 所以我突然想起 就是說 之前看《Top Gun & Marvel》 他們其中有個對白講的嘛 就是說 將來都 就是全自動化時代 都不需要機師的了 但是 其實Tom Cruz 在電影裡面講的那句 就是說 或者你對的 but not today 就是 始終這些傳統的方法 是一定要stand by在那裡 不會說這麼輕易被淘汰 是的 還有我想 其實最大的目標 都是中國的 我覺得 就是中國 你說的 那個滲透性 我覺得他們 看準了 就是中國 如果打台灣 其實他們到時 那些基地 其實因為你打台灣 都說 不是啊 他們很多什麼新疆 青海那些 導彈基地 其實他們都不是打這些 我覺得他們這些飛彈 就用來打這些機場 那些機場 其實中國大陸 他反過來 他都不可以放這麼進去 放得太進去 他都怕他的飛機 不夠油 不夠彈 來來回回 太浪費時間 所以他都會放到很前 所以其實他們計算的數 就是 美國人計算 如果那支飛彈 大概是打300公里 其實就已經足夠 可以打到你中國 某一個程度 那些空軍基地 那些飛機 那些飛機 上不了來之後 其實你剩下的都是把 沒有了制空 都死了 所以我猜 他這個設計 你問我 我覺得真心 都挺是應對中國 就比俄羅斯 俄羅斯 俄羅斯真的很大 但中國 要打台灣 就是沿海那些基地 那沿海的 不用太遠 300公里都比多了 那就是幾倍音速 就讓你沒有回應時間 那你就算是S-300 那些紅旗9 多厲害也好 其實那些炸 還要大量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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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附近有很多F-35 美國有很多 日本有很多 韓國有很多 澳洲有很多 那些盟友加起來 都有二、三百架這些機器 再加上兩、三萬發這些飛彈 如果這樣做 又真的打起帳上來 就是頭一個月的轟炸量 基本上都夠它用的 明白 好 那我們今天就大約講到這裡 是吧 好啊 那我們就之後 繼續有時候 多一些不同的 在一些新聞上 或者我們看到那個設計上 理念上 一些特別的武器 和大家做一個分享 今天和大家分享了我們的節目 就是軍工開幕 那接下來 我們軍工開幕 其他節奏 再和大家有多一些不同的武器介紹 還有 多一些其他科學原理的知識 和大家再分享 好 那我們其他節奏 再和大家再見了 好 拜拜 拜拜